立委罗明才日前原定要举办中秋晚会 并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成立后援会 但是因为屏洞大火意外暂停一切的政治活动 并且赶以祈福晚会进行 立委罗明才也和在场的民众一同默哀 同表哀悼 希望亡者安息 伤者尽快康复 立法委员罗明才日前在马公公园体育馆 举办中秋花好乐园唱我们的歌晚会 原定要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共同成立后援会 但由于屏洞工厂大火酿成严重死伤 因此取消所有政治活动并未出席 立委罗明才也将中秋晚会更改为祈福晚会 祈求一切平安 这次公安事件的所有亲属做的家人 愿亡者安息 希望伤者我们祈福 让他们无灾无奈更平安 立委罗明才除了对于屏洞大火不幸意外表示哀悼 也与在场民众一同默哀 晚会中邀请了艺人景文和周子涵等 以多手动人老哥抚慰人心 希望亡者安息 伤者尽早康复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最后尾声到场致辞时表示 屏洞大火造成英勇的消防人员殉职令人悲痛 我相信全国都非常的哀痛 我们都是希望这个尤其有四位最英勇的消防同仁 我们都是希望亡者能够这个安息 然后伤者 百一百多名伤者都能够大家能够早日康复 而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也提到 自己当市长的时候和立委罗明才共同为新店打拼 让新店可以稳定繁荣 另外大文山区后援会会长陈经吉则表示 原定要成立后援会但不幸意外的发生同感哀痛 所以将延期成立 请支持的民众再等等 也期盼政府及有关单位能全力给予意外伤亡者协助 这场晚会没有当选的口号 没有选举的激情 全场民众都以平静心情 祈求意外不要再发生 大家都能平安健康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 Internal